要画的方式是从这边下面开始 直接往右 然后15Enter 再来往上78 画出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78主要就是说 我们可以当成是这个圆 这个圆的中心点 那所以从这个中心点呢 往上10嘛 因为它半径是20 再按右键重复圆 然后这个半径是32 接下来最复杂是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今天我要切出一个 一个圆 因为你会发现它会切这里 并且会经过这里 特别注意 它会一定会经过这里 另外也会切这里 所以我们有两点 两个讯息 那这个圆 它的半径 它的半径 有一个尺寸是100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特殊的画法 如果我今天要画出那个100的半径 我可以先做一个辅助圆 这个辅助圆是200 也就是两倍 两倍 Enter 那你会想说 这个辅助圆要做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因为呢 这100的圆呢 它从 它从这个中心点 到这个点 因为它这个是200 200也就是说呢 它的 半径 这个半径的部分呢 就是100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是100 对不对 100 这边到这边100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今天画一个什么呢 切圆 它一定会切这边 也会切这边 那并且会经过这里 刚好就是我们要的线段 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种画的方式 好 所以这个 绘图圆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切切半 切切半 切哪里呢 切它 因为它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距离 是100 那一定会经过它 切这里 接下来输入多少 100 因为半径是100 Enter 有没有发现 很神奇吧 刚刚好呢 切这里 切这里 然后切过来之后 因为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刚好是100 切完毕之后呢 这个圆 辅助圆就可以把它删除了 再来呢 多余的线段呢 就可以把它删除 好 好